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文贤 儿子啊 充满啦 嗯 买了吗 嗯 快快快去 快去快去啊 嗯 你个衰仔 整天就在玩游戏 玩游戏都完成智障了 让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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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从小到大因为玩游戏这事儿 没少被爸妈混和双打 然而科学家最近发现 玩游戏也许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 这是真的吗 难道这么多年都白挨打了 为了证明这个命题的真伪 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的科研人员们 进行了一个有趣的研究 他们首先对1204名15岁的青少年 进行了数学 科学 以及阅读学科的测试 随后调查了这同一帮孩子 每天花费在游戏上的时间 调查结果令大伙惊讶的是 爱玩游戏的学生 在数学和阅读科目上 高于平均分15分 而科学课的成绩 更是比平均分高了17分 也就是说适当的玩游戏 也许真的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哦 诶 等一下 在你准备拿着被摔烂的游戏机 找爹妈申冤之前 别忘了 调查结果 也有可能受到家庭环境 父母的职业 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所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 研究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 游戏的类型 也许这些游戏的内容本身 就架构于数学科学的逻辑思维之上 又或许擅长数学科学和阅读理解的孩子 原本就比普通学生 对测试用的游戏更感兴趣呢 研究还表明 那些每天都沉溺于游戏的学生 成绩则更差 可以肯定的是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游戏 都对学习有帮助 例如暴力链的游戏 对大脑皮层的刺激很强烈 有可能会衰退孩子的注意能力 在线网游角色扮演类游戏 则会花费学生太多的时间 然而如果你喜欢玩多人合作的游戏 那么你的高阶思考能力 以及推理能力可能更出众 如果你喜欢策略类游戏 那么你在经济 以及历史学科上的成绩 或许很优秀 so 在游戏内容 健康且不耗时的情况下 也许你还真能在 骨灰级玩家和三好学生 这两种身份中任意切换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游戏方面的 美好或悲伤的回忆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 关注两分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